5月13日,北京首例成功脱离体外人工肺膜ACMO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从北京地毯医院出院。 出院当天,79岁的康复患者马奶奶及家属向医护人员送上鲜花,表达感谢。 回忆其与病魔抗争的98天,马奶奶记忆犹新。 据医生介绍,马奶奶从2月5日入院,病情一度非常严重,2月9日晚,她的情况再次危急。 刘警院主任率领团队为老人安装ACMO,开启生命保卫战。 大概20多天了嘛,20多天,23天左右,那么这个老人的这个肺的功能逐渐逐渐的改善。 在北京市危重症救治专家组,14名支援护士的日夜救治下,2月23日开始,马奶奶连续核酸检测均位阴性。 3月3日,她顺利脱离ACMO,缓缓进入康复期。 5月3日,她彻底摘掉了呼吸机,拔掉了气管切开套管。 刘警院说,目前马奶奶肺功能恢复良好,但仍需吸氧,出院后也要定期复查。 她一般两周就要复查,我们严重的新冠肺炎到最后可能有一定的肺鲜化,这肺鲜化的修复需要比较长的时间。 当然我们评估了以后,她在家庭养疗的情况下,那么老人是能够自己基本的生活,还是可以自己可以走一走啊,上洗手间啊,这样的话是可以的,要家里面协助。 据了解,北京地毯医院参与此次新冠肺炎救治以来,重症监护室总计收治微重型患者35名,专家组每天为病人进行多专业会诊,定制诊疗方案。 轻症的病人十几个,如果没有输入的也没有本地的,估计应该一个月应该是能结束的。 我们还有一例重症的病人,目前还是在可控的,但是说那个还需要一段时间继续的这个救治。 北京市卫健委和医管局对这个重症病人的救治非常重视,就是市里面的那个原则就是尽全力救治每一个患者。 最大限度的降低病死略。